日本開始白鳳這個核灰水 離開這年 日本政府每十分鐘就公佈 海水檢測所理 不過在臺灣這邊是一禮拜 提供一次摩擬所理 佳安威士會員 臺灣離日本有兩千公里 照這個國際管理 海水感控 是用摩擬方式來預報 日本八月二十四月開始白鳳 核灰水一派 十一月車 已經白鳳三坡 臺灣繼續檢測 不過會知道 國民黨 臺灣離日本一期 為主由日本十十分鐘 可以公佈 最新海水檢測所理 臺灣提供的率是一禮拜模擬所理 你起碼每天的偵測 結果可以出來更新嘛 為什麼要預測一個禮拜 那你這不是在糊弄大家 不然是什麼 隨著距離越來越遠 因為 因為海水的一個稀釋 越來越遠 所以我們大家都是用一個定期 一個評刺的一個概念 臺灣離日本近一步一期 日本政府白鳳吸水 有國中放下性物質 國內率沒有檢測 拌十四個點一二九 核安會主委單當中標示 這些物質國際原主令中枢 都有在檢測 不過核安會也先進國內 還沒有兩者檢測拌十四 碳十四跟這個點一二九 其實我們是需要建立這個能力 我也可以老實說 目前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在建立當中 沒有立委員審 中國有五十五座 核營基礎 二十一座 現建當中 台德所涉及煙漢 萬一不興 發生核災 臺灣 有辦法來講 或減控 立委煩惱 中國在臺灣 尚近的核電手 經理馬祖九十二公里 煩惱對煩惱 發生事故不通報 萬年會共町 目前政府一百二十座 股町一百的機動 學生檢測的設備 如果學生有變化 可以在第一時間來煎漢 記者 立委長記 相台報報道